大家好,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诸葛亮智取敌人 三国时代魏国和蜀国打仗 蜀国在向诸葛亮制作出一些用木头做的木牛流马 用它们来搬运粮食 这些假的木牛流马走得很快 而且不用吃饭 所以十分方便 魏国将领司马懿 知道了用木牛流马搬运粮食的事 十分羡慕 便叫部下偷了一些木牛流马回来 也用来运粮 诸葛亮听到了 一点也不生气 他说我正希望如此呢 原来木牛流马嘴里有开关 只要一转动 木牛流马就不会动了 魏国虽然拖了木牛流马 可是他们却十分不懂得操作 于是 苏葛亮派了一些属兵混入魏国运粮的队伍里 暗中操作开关 让这些木牛流马走走停停 使得魏军 疑神疑鬼 诸葛亮又另外派人埋伏在路旁等魏国运粮队伍一到 出其不意的攻击 结果把魏军吓得落荒而逃 于是 蜀国轻易得到了魏国的粮食 魏国失去了粮食 打了败仗 却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 小朋友 塞翁施马 焉之非福 有时候失去未必是不好的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被魏国偷了 而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反而 让魏国失去了粮食 打了败仗 所以我们碰到困难时 要随机应变 这样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